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这个时候我们枪枪三人行聊什么呢 就说到他在家看电视剧 看中了东方 你为什么想聊聊这东方 不是 他是这个 因为电视剧我看着就是哄自个打盹的为多 但是东方我一看 我趴下把我盹给赶出去了 提神 提神了 因为他里的那些事对我来说我太有兴趣了 是不是 解放战争 中苏关系 中苏关系 我一看那中苏关系我眼睛瞪老大 为什么呢 因为里头他这丝毫没回避啊 毛主席一去莫斯科呀 呆了前前后后90天呢 这是80多天 这是空前的 历史上是可以说没有见过这么访问的 这里头呢反映了许多微妙的事情 那毛主席几次不高兴 那里边都表现出来了 这个而且这个历史画卷呢 我我觉得搞这种这个革命历史题材大戏啊 是需要智慧的 有些这个编剧啊 这个这个语言 他们说呀 说这个戏里边涉及到的人物有数千个之断 有名有姓的是500多个人 533个你想这家伙给他们写哎 你想毛主席的好像说有些直接就是毛主席原话 这王老过去分析的 是毛主席本人这个语言就很有风格 但是我想问你一人 林彪怎么你怎么拿捏他的这个风格 应该说还是从他的气质上讲 首先他还是个军事家嘛 他还是能打仗的 同时在那个年代 他还属于那个年代的人 这该怎么理解 这个这个就是说 当时这个表现的表现的规定情景 是在1949年 其实那时候大家都好多有个观众说 那时候新中国都成立怎么还打仗呢 那时候你想想湖南 广西广东福建 台湾就不用说了西藏新疆 可以说大半个中国还没有解放 四野正好就是走在走在衡阳 那时候还有大的大的仗要打呢 他也是面临着很大的问题 这边毛泽东你说宣布建国了 打不下来怎么办 是 这个真是 这个呀 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当时不知道的 我们因为我在北京 北京呢 1月20几号 这大军就已经入城了 入城市各种活动就都搞起来了 所以底下的事啊 我这是看你的这个电视剧 我才知道 实际上等于啥呢 不过王老不知道 你现在很多人大家以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 就以为全国都解放了 全国山河一片红了 所以很多年轻人看出 哎呦还那么难呢 刚才跟你编导聊的说 没错 我还真没想到开国大典的时候 还那么艰难 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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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张 那是的 他还有有有一个情节 就是开国大典的时候啊 讲这边派不派空军来轰炸 他的能力他是有的 因为你那么多人集中在天安文广场 当时就是解放军这边 没有多少空军 我们没有制空权 在5月20几号的时候 上海发生了一次大的轰炸 就把江南找船厂啊 把上海的很多地方都炸了 那时候是毛泽东是很很很很很难过 因为那时候没有办法的 那么反过来到开国大典 他这隔了几个月 那那么多人 那同时是宣布国家建立啊 是 所以说是非常紧张 是很紧张 当时听说就是蒋介石 是在最后一刻取消了这个指令 对 这家伙 这也他也还有他的考虑 他有他的考虑 他不能说是 因为毕竟是中国人 他不能人心呢丧失的 他为了赢得人心 他怕他也是怕太得罪了 他同时呢在哪里呢 他还有个侥幸心理 不取决于炸不炸天门 嗯 我别 对不对 他不完全取决 我炸了这个 惹了一个 惹起很大的风波 反过来到不好 反过来我一仗一仗的接触打下去 我哪天回去 他们那句话说的吗 你这曾经进北京又怎么样 嗯 对不对 他这么骄傲的 开头啊 他是真觉得他还是有希望 有希望 是是是 美国人支持他 他也有 他当然也经营了几十年了 但是咱现在回头来说林彪啊 林彪我最感兴趣的还不是他打仗 是他那个整个的那个精神状态 你说的低沉 这个话也不对 他他有的地方啊 他显得挺深 他常常陷入自己的思索 你给给你的感觉 而且他一点没有在表面上 显配自个儿啊 或者弄拳呢 或者是取胜以后 这个这个有点装不下的 他没这劲 反过来说他他他很低调 真实的林彪是这么个气质吗 当然我们没有见过 在各种资料上所反映出来的 或别的文艺作品反映 他基本属于这样子 沉默寡言 他寡言是肯定的 沉默也是肯定的 但是在资料上介绍他 他是一个善于思考的人 他思考 而且他当时都想着什么 谁也不知道 但是我欣赏那个什么呢 就是毛主席给十大元帅 这个这个发布秀贤 兽贤 而且还发这个服装 元帅服装当时也设计的算是 在那个条件下已经不可以再高了 林彪饮病不能去 叶群就说 说你这个 那个元帅服可好看了 林彪结果居然说什么 说我现在是病号 我是病号 元帅服对我 最适合穿病号服 最适合穿的是病号服 我就说这个 就能这么说话的人 这也不简单 这个城府深了 这学问了得 而且从那个上次看那个三大战役 咱们那个电影的时候 我就发现呢 就也许我们在描写林彪这个人物的时候 有些微妙的这个心理背景 反而啊 让这个人物给观众留下极深的印象 他凸显出来 这个人物有感感觉有复杂性 这个呢文陶是这样子 这个戏剧表演里当中有一项 就告诉你在舞台怎么处理 比如说咱三个人 我也想突出我自己不坐子 我蹲在这桌子 观众一下就知道 哦这个人挺有意思 等你俩都蹲到桌子 我站桌子上 就是你要跟别人形成差别 中国共产党有许许多多的理论家 那侃侃而谈那王明 对对 是吧 那非常能谈的 那么比方说毛泽东那也是能谈的 嗯 但是反过来 像这些军事家一般都不善言 不善言辞 哦 不善言辞 像刘伯承也是这样 也是一字千金 刘伯承一字千金 像这个内容真 涅帅 这个这个徐帅都属于一字千金的这些人 哎呦口紧哪 而且您刚才跟我们还学一段 就在系里头给林彪设计了一段台词 在你们剧组都成了段子了 他实际上是这样子 这个毛泽东在开高大典第二天呢 是接见苏联文化代表团 王老师知道 那时候苏联不能派政府代表团 因为我们还没有建交 嗯 没有建交 那么这之前就是在7月份刘少奇去访问苏联的时候 就定下了一个原则 到时候 你们一定派人来 派多大的人物呢 说正式的国家官员不行 你还是部长一级的不行 但是呢比方说闲职的 有些比方说派的希莫诺夫 还有这个法杰业夫 法杰业夫 做协的主席副主席 而且法杰业夫是苏共中央委员 对 他这个官实际也不行 就是写青年禁卫军的那个法杰业夫 然后来了以后呢毛泽东就说 哦 你们两个中文来一个给他介绍 劳动人文化工的介绍说 这是谁谁谁谁 毛泽东说我见过你们 苏联人都将他就拔一拔尖 毛泽东同志我们没有见过面 毛泽东同志说 中国人呢是讲见字如面 哎 你们的书我都读过 我怎么都没见过你们呢 这样他们就 哦原来是这样子 所以你们的书都写得很好 你们能不能再写一个 第二本青年中国的青年禁卫军 你们到我们部队去采访 那当然你可以去四业了 这么的 他真去了四业采访 采访了很多天 包括下面的师长啊团长都采访了 最后采访了林彪 他就说呢 这个林彪同志 我们采访了这个你们的军队 你们共产党人从不讲自己 你能不能讲讲自己 我很愿意听 嗯 他说我自己我今年四十二岁 付过四次伤 四度次水是跟毛泽东学会的大大仗 他是口口声声 应该是不离毛泽东 应该在那个年代的时候 他应该说是毛泽东的好学生 嗯 那个年代我再讲 对那个年代 哎 这个四平我没打好 就刚才大家说 顺利人那儿 嗯 没打好 然后呢四宝临江是我的转折点 四爷的番号我最喜欢 谈我自己嘛 上半生不好说 下半生说不好 哈哈哈哈哈哈 咱们今天广告 江江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是 这王老你看他这个东方啊 是不是就是唤起你当年的一些东西 对了 比如说你是地下党的时候 是是是 当时在打东北打仗的时候 是是 你当时是 我也是非常的注意 因为当时对战争的 每一个进程啊 呃 我自己都弄了小旗 在地图上往上插 哪打哪哪打哪了 好知道这个情况 你是从哪得到信息呢 我 暴上灯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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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个这个很很容易啊 你想掌握这个 国府国军的这个宣传调门啊 就非常容易 他叫转移阵地 哈哈哈 他一说转移阵地 就是他被打跑了 哈哈哈 或者是叫什么 转进他叫 转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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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叫撤退 不 也说主动撤离 主动 反正他没有被打 没有被打 没有被打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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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这个看得非常清楚 在一个个别情况下 能收到延安广播 听什么 新华广播 延安 他就叫延安广播 延安广播 所以这些东西我都有印象 包括像什么给斯大林做寿 什么人比石去世 这些我这看起来有特别的亲切 亲切 那段你可能会感兴趣 就是毛泽东不去苏联要走的 他说来看人比石啊 嗯 对 他说这个这个你说我来看看你说什么好呢 说你没病你住这干什么呀 说你快好了我也不是医生 他这样是吧 其实有的时候呢 包括我自己再看一遍我也会感动 实际上被他们那一代人的那种真挚的情感 任必石跟毛泽东那个情谊啊 他当年在二方面军的时候 他是这个这个中央红军的时候 在四二四方面军会合的时候是 任必石起了很大作用啊 尤其毛泽东进入中央级的领导 但是向斯大林汇报是是任必石带回来 那边说了 你可以进入中央 这个这个你像我也看到过一些个记载哈 你像当时的这个西方啊 会对毛泽东这个人就是有时候会写成一个孤独的人 对就是说他呀好像给人感觉呢 跟谁都不是特别的私交 他有点这么一个 并不特别的合群 并不特别合群 他是不是你说他这种 他的人际关系是这样 他是这样的 但是他反而跟一些党外人士 好比说柳亚子啊什么的 对对互相唱和 他是这样的实际上呢 正像西方今天也不了解我们一样 嗯 不要把他当真 毛泽东就凭他这个口才是正 那叫做秦兵众的确鲁连蛇 他这个舌头可以顶一百万军队 哦 当年长征的时候那种情况下他能够说服这个王家祥 说服这个这个张文天跟他一道跑 那可不是不合群 哎这个咱们有直接目击者王老 您这是见过毛主席的人 不是不是 而且毛主席夸过他的小说呢 是吧 但是我呀我想的这么一点 有刚才咱们说到啊 就说有时候他说话少吧 反倒成就了一个角色 这个在中国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这90年当中啊 也有这种现象 中国的政治啊 他和这个西方的政治不太一样 西方的政治他比较强调这个就是不断的表达 竞争公开的竞争 而且要不断的向他的选民呢 要来沟通 是演讲取胜 你看他是演讲 演讲取胜 说的太对了 他那个上来的人呢 起码你是 咱不说不说真打仗 起码用打嘴仗绝对是能得胜利的 奥巴马也能忽悠 能忽悠 那大忽悠 希拉里这也都能讲 都是都是能上来的 哎 这个可是中国呢 有时候不主张说太多的话 你要保持相当的深沉 你说多了呢 说你不稳重 对还有一句话 中国的成语啊 没有一个不准的叫做言多必施 残言三至 赐母都不亲 亲娘都不相信你 是 所以说 他说中国有个说法叫厚重少闻 厚重少闻 毛泽东不是少闻 他闻多的不得了 是 但是他也不轻易说话 对 我这现在从他那个电视剧出来 我说的我实际的经验 对 一个1949年7月1日 在仙农潭 那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没成立呢 仙农潭晚上开纪念党的生日 那是二十几四九二十八年 二十八年 二十八周年的纪念 纪念呢 在那个那个时候 那个刚 北京刚解放哪有这些规矩去 大家就要求毛泽东讲话 汪汪汪那个鼓掌喊叫 那个说底下别的你没法进行 比的就是讲话讲话 毛主义讲话毛主义讲话 毛主义讲话毛主义 底下喊成一片 那天还先下大雨 我们全论试了论小鸡子似的 然后等到雨又停了 还要求毛主义讲话 最后毛主义 不得不说了那么两三句话 也完全没 说两三句 就说了那么几句 然后在那个会上给我留下来的印象呢 是郭沫若的朗诵诗 万岁啊中共 万岁啊毛泽东 这是这枪点 这是四川人 拼命的说普通话 我看这毛主义讲话这个记录片啊 我发现他好像有两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比较正式的 他基本上就这么念 这也是念稿 但是另一种情况 好像他比如说给什么讲课的时候 他也急性的讲 听说讲的那家伙就是神采飞 而且语言充满了这种老百姓的 他善于就是争取农民 也跟他的语言风格有关系 一个是这个讲老百姓的话 再一个他尤其是和那个 就刚才说到什么和苏联人说话 和美国人说话 他确实往往不按常理出牌 这方面有什么记忆 就刚就就刚才他说的这个就是这样啊 说是这个啊我们见过面 对那那个俄国人很认真的 说我我们不是见过面呢 像您当年见到这个毛主席 他在这个公众场合出现啊 你觉得他是比如说是稍险拘谨呢 还是非常的这个气度 我还有一个更早的印象 就是1950年4月底 是4月底是3月 我记不太清了 就是我在中央团校二期啊毕业 毕业 毕业那个时候上中央团校 也都是大事啊 对 中央团校毕业呢 说毛主席接见 那个毛主席出来 就事先就说了 说他不准备讲话 大家也不要 那意思不要哄 这人数少 这好控制 那我们都很 既然领导说了 不让瞎讨就别瞎讨 我们这鼓掌喊万岁 这就甭说了 然后毛主席出来啊 打几个水银灯 他那等于在那摆各种姿势 这个有点这个这个这个塑像 确实给我塑像的感觉 灯光塑像 好一下 连那个影子都特漂亮 哎 你比如说他有时候 还把头发稍微这么弄一下 他喜欢弄头发 所以你刚才说的那个 你说他是故意装的呢 或者是不知道 应该怎么说就是 他会紧张吗 他是稍显拘谨一点 还是说是比较这个文韬 自如 相对比方说 王老常来 王老就不紧张了 你更不紧张 因为你是这里的主人 这个国家都是他是主人 他能紧张吗 他到哪都不会紧张 他只是愿意讲不愿意讲 我讲多讲少 跟谁讲话的问题 但是你比如说啊 他我就看照片子看出来 他到苏联 他在斯大林身边 是 我都能看出他这个表情啊 对 有点不是那么特别舒服 是 别说我 我可能 他是这样子的 在这个这个1949年 12月9日他出发 到他回来的这个 这之前有个三次他都想去 因为 斯大林并没有看清 中国革命形势的走向 不准备早下出这一半棋 啊 那么反过来 在他看来 我是一直 我是一直跟着你共产国际走 那么到后来共产国际结束 我们还一直跟着苏联保证很好的关系 你不应该这样对我的不理喻 嗯 对 就包括刘少奇 7月份的去的时候 都应该是他去 这个肯定是如此 对 原来啊咱们还不了解这些 这次这个电视剧里没有回避这个 嗯 而且我联想到啊 就是咱们国防大学的有一个金一南教授 嗯 他在这个北京电视台BTV讲这个战争史的时候 他讲过二次世界大战当中 美国的一个副国务卿到莫斯科访问 他当时美苏是盟国了 他两人聊天 这个据这个副国务卿后来写的回忆录 他说他问斯大林说你对中国共产党有什么看法 当然没有 嗯 这你也想不到斯大林的词 他怎么说 斯大林说呀 说我这么说吧 苏联共产党是黄油 是八点是黄油 中国共产党人造黄油 哈哈哈哈 就是你不是正规的黄油 哦 你不是正宗共产党 实际就是这句话 那他这用今天的话说 他有点觉得咱是山寨博士微快的意思 对对对 他是农 你是以农民为主 这和他那理论不一样 所以说我们一直强调是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 如果中国完全在走苏联那条道路 恐怕走不到今天 所以 我为什么感兴趣 对 我就看到他这个电视剧里头吧 这斯大林呢称呼毛泽东 一会儿称呼先生 一会儿称呼同志 我觉得他称呼先生这绝了 后来当然他有个解释 嗯 说是先生是是表示敬意 嗯 而且他知道 而且他还知道中文里头 这个对这个先生有一个什么好的说 好的说 嗯 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 他不称呼你 就是称呼先生 这个人让你觉得有点外人事 有点微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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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解释外交长官 他不能说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 现在咱们来说的 谁走谁牢骚 我走你牢骚